现在早上五点钟 现在准备出发了 赶往苏阿纳普机场 先早上大概三点半就起来了 因为飞机是十点钟的 听说现在机场人非常的多 排队的时间很长 所以要提前去 叫了一个司机 可能快到了 我现在都穿着比较厚的衣服 因为到成都大概十几度 这也是我带出来最后的衣服 现在外面都是一片黑暗 还是一个出租车 也是反正在网上叫的吧 说是一千泰铢到苏阿纳普机场 到时候再给点小费吧 出发了 现在五点二十 看一下到苏阿纳普是什么时候 现在到机场啊 很快我看现在六点二十六 就是说一个小时十分钟就到了 这一次是坐太行的飞机 直飞成都 当然最大的懸念啊 就是能不能顺利的入境过内啊 因为我们上一次出来就是去年三月份 真是国内飞必要不出境啊 严控的时候 我们就是通过港澳通信证到了澳门 然后从澳门再凭护照 到了香港 从香港坐飞机到达 满国 所以有很多人说我们是非法越境嘛 回去的话要捡护照啊 甚至要拘留 所以我这一趟的话去看一看啊 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当然我是充满信心的 所以我选择的是直飞成都 确实啊 我们的护照上面是没有出境章的 因为到香港到澳门都是没有什么章的 没有出境章 但是我相信它的电脑系统里面都是有记录的 并且我认为是没有问题合法的 好 我们现在拭目以待吧 到机场了 确实很快哈 120多公里一下就到了 一个小时10分钟 好 两口大行李了 大家身上的包 这司机不错啊 主动把那个什么行李车这个我们推过来了 工作很麻利 但是确实车速太快了 我觉得它开的太快了 啊 是吗 一路飙车 哎我感觉还好哎 很快 好 现在进机场了 现在还有三个多小时 现在确实人很多 我发现机场已经有很多人都没戴口罩了 你看 那老外基本上都不戴口罩了 现在已经不管了 已经不管了 这次买到太行的机票哈 价格大概一千五左右啊 没办法 这段时间回国的机票就是比较贵 哦 终于通过安安检 通过这边的移民局啊 海关 然后进来了 这个是吴沟窟里面的一个 一个 印度教的一个故事 呃 另外就是 泰国这边 出关哈 出那个移民局那个关口的时候 其他的中国人都没事哈 就是 丢了护照 然后盖了章 然后就通过了 但是我们一家是可爱就 单独被叫到里面去 呃 后面有一张桌子啊 后面是坐了一个旅警官 他单独给我们四个人搬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中国人都是旅游签证 啊 他们到期出境都没问题 因为我们是长期签证 现在长期签证 出境的话 移民局是要做一个专门的审核 当然花的时间也不长啊 可能就十几分钟吧 就是把护照 上面的那个签证 历次的入境出境 仔细看了一下 然后最后 看到我的养老签 然后回头签 审核没问题 也通过了 时间也不长啊 十几分钟吧 飞机有点晚点啊 现在 这是大飞机 鸡肉饭 但是没有小孩 专门的餐食 很大 下面就是程度了 海关抽查 叫上的还是要做河川 我知道这个海关抽查 对做一个抗原检测大概一分钟 你可以先下飞机 对对对 以后就抽查了 抽到谁谁就倒霉 我还抽查了几个看着像印度或者巴基斯坦 现在已经经过了边界 还算是比较湿滑 因为是一个年轻的景观 他可能不太清楚 然后叫到旁边的一个可能经验比较丰富的 然后两个人一起处理 最后他就问了一下你们是怎么去的泰国 难道他从电脑里面还看不到 我是从香港这边过去的 他也看不到 后来我解释了一下港澳通信证出的境 先到澳门再到香港 我再在吵 所以最后还是没任何问题 比较湿滑的回到了国内 所以从港澳通信证到澳门或者到香港再出境 一点问题没有 回来的话也不需要远路返回 直接飞到你要去的城市 一点问题没有 现在坐数字车 因为现在手机现在变砖头了 所以打网约车是打不了 只能坐正规数字车 现在回国这个手机卡没法用 是因为我的手机卡被中国电信停机了 恶意停机 现在还准备回家了 还穿着短裤 现在四川话都不太会说了 哈哈哈哈 现在车也坏了 只能坐公交了 社区公交 如果这个公交有卡的话是免费的 也不想做饭了 出去吃个饭 这家陶德沙锅 在成都还是比较有名的 川菜 现在这个时段刚好就没啥人 平时要排队的 这里有万大广场 坐在窗边 看车水马龙 又回归成都的市井生活 点菜之前先有两个小菜 一个豬豆 这个豌豆 葡萄干 葡萄干少吃一点 拉肚子 你看现在做川菜好卷 还要送玩具 这里的餐具 就是专属的一次性的 那个筷子装好以后就这样子 前面那个是一次性的 应该是竹子的筷子 前上两个 这个是红糖磁八 第二三五 可能有十类个吧 这个是多少钱 十三人民币 十三人民币 六十五泰州 六十五泰州在泰国 十一碗米粉 这个红糖磁八 这个白酌食醋 十二人民币 十二人民币 十二人民币就是六十泰州 现在国内的川菜太卷了 在泰国都不敢吃 那个那个那个中卓菜 因为太贵了 比这里估计三倍的价格 这个要等 对这个要煮一会 煮一会等一会再拍 好 你好 这边需要煮六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会过来服务啊 嗯 好的 谢谢 你看现在国内的服务 还是不错的 这个菜还要现场烹饪 香辣烤鱼 谢谢 这么大一份 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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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哦 鲁八 鲁八 六十八 七十三 三百六块 三百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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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蒜蓉虾仁粉十堡 现场做的 新鲜的虾仁现场做的 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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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是 两百二百五 两百六十三分左右 都没吃完 把这个鱼都打包了 现在客人很多 总共五个菜 算下来一百六十六 人民币 泰铢算下来的话 大概就是八百三十泰铢 我觉得 比在泰国吃饭还要便宜 所以现在国内 真的消费是挺便宜的 成都的物价 在全国来说的话 还是中等偏上 你说去我老婆 他们老家那边广东 物价更便宜 像北方 据说山东啊 这些物价就更便宜 所以我们的泰国真的是为泰国经济做贡献 说不上占泰国的便宜 都是一个愿打愿挨的事情 今天终于顺利的回到了陈波 回到了自己家 为了我身上的长达一年时间 可以说是一桩历史的公案 一桩悬案 就是我当时出境的行为 到底是不是非法越境 现在也水落石出了 尘埃落地 证明我当时 通过港澳通信证出境 没有经过中国边界的 所谓的那种非必要不出境的散查 实际上是完全合法 所以说我做任何事情还是有把握的 我不会是干违法的事情 一年时间过去了 现在看到国内的情况 好像疫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这三年对很多人来说 真的都是失去了三年 不管怎么样终于回来了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